每年到了秋天的季節 有許多候鳥會往南飛 遷徙到溫暖的地方度過寒冬 以色列是白蹄湖 從黑海飛到非洲蘇丹的中轉站 然而這些訪客來時 會大吃養殖業飼養的魚 使當地漁業造成嚴重損失 為了保護養殖業者的利益 以色列農業部資助了一項計畫 在阿哥門哈佛拉保護區 準備大量鮮魚 讓白蹄湖有足夠的食物 飽餐一頓 他們在阿哥門哈佛拉和阿哥門哈佛拉 然後他們有足夠食物 繼續往南蘇丹的南蘇丹 在阿菲拉 現在已經有40萬隻的白蹄湖入境 清洗劑將持續三個月 工作人員每週會餵食三到四次 並準備六頓的鮮魚給牠們吃 阿哥門哈佛拉位於以色列的 湖拉谷地 是世界著名的候鳥遷徙中繼站之一 每年約有25萬名遊客 牧民來到湖拉谷地來看鳥 在這裡 遊客不但可以近距離接近候鳥 而且已經形成了鳥類學科的研究基地 攝影師